国王之首艾德·史塔克公爵站在王种城的城头,望着这座刚刚被攻破的城池,正正出神。 视野里,到处是鲜艳的红色和烧焦的灰黑,空气中充斥着辛辣的烟雾和血腥味,耳边是一阵阵的乌叶身,引以及痛苦嚎叫。 这就是我的杰作吗? 不,这是国王的杰作。 一群群乌鸦展开黑翅膀,在灰色的天空飞翔,盘旋着,觊觎着,迫及待地想要享用这份血肉盛宴。 艾德大人,国王侨佛里穿着金光闪闪的铠甲和一尘不染的披风,骄傲地宣称,我就说我能征服这座城市。 是的,陛下,您做到了。 艾德公爵不想跟他争辩。 他从没有怀疑过大军能不能攻下王种城,但征服。 多恩人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吗? 艾德公爵目光在脚下的城市中勋循,一个个多恩人在搬运着满地的尸体,他们沉默着,压抑着,终有一天会再次爆发。 就像历史上无数次那样,等到大军继续前进,王种城恐怕又会反叛,除非他们留下一支军队助手。 既然这样,那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放一支军队在这里监视呢? 没错,现在国王终于如愿以偿地能在曼伍迪家族的城堡中进餐了,但代价却是三千多名士兵的性命。 这是无谓的牺牲。 艾德公爵明知道自己的劝谏不会有用,但还是忍不住道。 陛下,我们这次的战略目标是让马泰尔家族屈服,而不是攻下多恩的每一座城市。 攻下每一座多恩城市,马泰尔家族自然就会屈服年轻的国王很自信。 不!征服者、伊耿和戴伦仪式都证明了您所说的不是事实。 艾德公爵试图用历史和逻辑打动国王, 我们每攻下一座多恩城市,就必须留下足够的兵力防止反叛, 这会导致我们的激动兵力越来越少。 所以,除非遇上像天极城这样必须攻下的城市,我真不建议您在。 好了,好了,艾德大人。 太后瑟西不耐烦地说道,您跟我那快死的老奶妈一样唠叨。 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您才懂如何指挥作战。 看看这座城市,您的国王不是很轻松地攻下了。 而这只是他征服道路上的起点。 很快,您就会看到整个多恩都匍匐在他脚下。 没错,母亲,乔佛里昂扬屹立在城头,躊躇满志,我们在王种城休整一晚,明日继续进发。 听说红毒蛇在天极城集结了大军,哈哈,我要亲手砍下这条毒蛇的头。 说完,就向城中走去。 远远传来国王嚣张地叫嚷,今晚我要睡在打狗室,曼伍迪伯爵的房间,让他去睡地牢。 哈哈哈哈。 咚咚咚。 谁呀? 哥,是我。 等会儿。 迪肯只得在金库外站了一会儿,才见到铁门打开,山姆威尔走了出来。 哥,你在里面干什么呢? 怎么这么久? 搜刮金龙呀,山姆威尔将一个袋子丢给弟弟,去给大家分了。 迪肯打开袋子瞄了一眼,顿时皱起了眉头。 就这么一点? 没办法,科格尔家族实在没什么油水。 山姆威尔拍拍肚子,打了个宝格。 迪肯也没有多问,就拎着袋子去分钱了。 卢卡斯,戴恩这时走了过来,道。 大人,外面情况有些不对。 怎么了? 多恩人在聚集,怕是还准备抢回城堡。 这些多恩人真是不怕死啊。 山姆威尔感慨一声,却没怎么担心。 他刚刚吞噬了科格尔家族几乎所有的金银,具体有多少,他也没有细数,只知道如今的力量属性已经突破到了8.19。 狂暴的力量在体内流转,他正愁没地方宣泄。 卢卡斯却显得忧心忡忡,见山姆威尔满不在乎的样子,连忙劝道。 大人,我们真的不能在沙石城久留,我们控制不了这座城市,多恩人会持续不断地让我们流血,更何况,城外还有一支大军,他们如果得到消息肯定会赶回来。 放心吧,我也没想过真的占据这里。 山姆威尔摆摆手,让大家准备一下,天黑之前我们撤出沙石城。 是,大人。 事实上,根本没等到天黑。 下午三点左右,山姆威尔就发现不得不赶紧离开了。 城堡外聚集的多恩人越来越多,沙石城虽然守军没多少,但彪悍坚韧的多恩民风让山姆威尔体会到了全城接敌的感觉。 真不能再呆了。 山姆威尔召集手下,清点了一下人数,发现之前的破城之战损失了27名骑兵,另外还有十几人伤势较重,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跟着队伍冲出去。 卢卡斯在城墙上观察了一阵后,前来汇报。 大人,多恩人就堵在门外,不好冲啊。 山姆威尔也看到了堵在城堡门外的多恩人,发现这个距离根本不够骑兵加速。 而一旦骑兵无法加速陷入多恩人的包围中,再想脱身,恐怕就要付出很大代价了。 思索了一阵,山姆威尔想到了一个办法。 那就从门内开始冲。 门内? 卢卡斯愣了一下。 对。 山姆威尔指着城堡大门,又顺着前庭、大厅、中庭一路往内,把大厅大门给拆了。 里面的东西全都清理干净。 我们在城堡大厅里列阵,从最里面往外冲。 卢卡斯眼睛一亮,立刻发现这个办法确实可行,虽说这段距离也就一两百英尺左右,但已经可以让骑兵加速冲起来了。 好,我这就去安排。 城堡外,一名科格尔家族骑士在大声做着动员,他的演说很有煽动力。 在他的号召下,城堡门口已经聚集了四五百名多恩人,他们虽然并不是真正的士兵,但至少都有武器、有热血,在愤怒和仇恨的驱使下,将城堡大门堵得水泄不通。 这其实也是那位多恩骑士的主意,他很清楚骑兵的弱点,知道自己集结的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,他们在面对骑兵的冲锋时不可能保持冷静和队形,所以不让河湾骑兵冲起来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我们要让河湾人血债血偿。 城堡门口的多恩骑士吼道。 血债血偿,上百多恩人骑声应和。 我们要让河湾人有来无回。 有来无回。 我们要让河湾人。 就在这时,教练发出枝嘎响声,厚重的城堡大门缓缓打开。 多恩骑士有些诧异地回头,然后就听到城堡中响起的密集马蹄声。 怎么回事? 等他看清河湾人从城堡大厅里面列队冲出来时,整个人都傻了。 几乎是一瞬间,河湾骑兵就冲出了城堡。 这段距离并不够让骑兵加速到极限,但足够让他们冲起来了。 而一旦冲起来,那就不是眼前这群临时拼凑的多恩军队所能阻挡的了。 毕竟这些多恩人既没有盾牌,又没有长枪,连皮甲都没有,大部分都是拿着弯刀长剑,少数擒着弓箭,甚至有人扛着锄头就来了。 勇气可嘉,但可惜,战场只相信实力。 沙姆威尔依然一马当先,虽然已经改姓凯撒,但骨子里,他还是个信奉无为先锋的塔利。 刚刚暴涨的力量让他产生了一种难以压抑的发泄欲,仿佛要将阻挡在身前的任何东西都撕成碎片。 所以这一次,他没有选择战锤、雷霆,而是拔出了巨剑、黎明。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这把来自天外的传奇魔剑,似乎突然间变得更加顺从,更加。 沉浮 乳白色的剑身上迅速浮现出一道道红金色的纹路,密密麻麻,散逸着来自远古的苍茫气息和热灼的火光。 枪 空气瞬间燥热 山姆威尔挥出第一剑 火红的巨剑划出一个炽热的弧度,犹如死神之吻。 雪花在城堡门前站开,仿佛漫天的玫瑰花雨,请客间十多名多恩人被烈火吞噬。 这恐怖的一幕甚至让多恩人来不及思考,全都愣在了原地。 而这时,山姆威尔已经骑马撞进了多恩君阵中。 他觉得自己力气还很充沛,手中巨剑一转,便再次挥出。 第二剑 岭烈的剑光在多恩君阵中离出一条血腥通道,犹如红海海水在摩西面前向两边分开。 身后的河湾骑兵们也跟着撞进了那条血路,将多恩君阵撕开更大更宽的口子。 山姆威尔的瞳孔不知何时竟变成了红色,仿佛火焰,仿佛鲜血,仿佛吞噬一切的深渊。 而他居然还未历劫,还能斩出。 第三剑 吃辣 火红的剑光在人群中斩出一轮血月。 多恩人终于彻底崩溃。 在这不属于尘世的可怕力量面前,在如何彪悍的人民, 也无法保持血勇。 有人掉头就跑,有人抛下武器,有人跪地投降,有人念诵着经文, 祈求神灵的宽恕。 河湾骑兵们冲出城堡,在街道上奔驰,前方,再无任何阻挡。 在这只所向披靡的骑兵队列最前方,山姆威尔依然倾着巨剑黎明。 刚刚薄饮鲜血的它,变得更加妖异而致命。 剑身上的火光渐渐暗淡,红金色的纹路重新显现。 这密密麻麻,仿佛皱纹一般的纹路,此刻正忽明忽暗地闪动着。 带着奇特的韵律和节奏,如同跳动的心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